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美国今天正式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 大振全球对抗气候变迁的士气 拜登政府规划未来30年内 要大幅减低美国的碳排放量 拜登于上月20日就职后 首日就下令重返巴黎气候协定 经过30天正式生效 科学家和各国外交官的乐见其成 这一项于2015年在巴黎坦诚的协定 有近200个国家签署 目标是预防灾难性的气候变迁 美国原本也是签署国之一 但前总统川普声称 气候行动不利于经济 在他的任内退出 美国迄今是唯一退出这一项协定的国家 拜登总统今天在七大工业国集团 领袖视讯会议上承诺 美国将一株41美元给新冠疫苗 全球取得机制 伊林白宫高层官员表示 美国二月底前会先资助20亿美元 剩下的金额将在未来两年内支付完毕 新冠疫苗全球取得机制 是一项让各国至少20%最弱势族群 取得并分配新冠疫苗的全球计划 让穷国得以和数十个富国一样接种疫苗 这名官员表示 虽然美国以国内需求为优先 但对其他国家的援助 也能减少包括美国人在内全球感染的风险 也能减少变异病毒的风险 G7各国领袖今天举行视讯会议时 针对终结这场致命且引发混乱的新冠疫情 讨论国际间的合作问题 民主党昨天公布一项移民改革法案 为拜登总统的计划开辟道路 帮助1100万名无证移民取得公民身份 拜登表示这项目标改革 是要推翻前总统川普被误导的政策 民主党提出新法案 目的是提供合法保护给数百万人 多数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 住在美国多年的移民 发言重点在于提供多数 在美国居住工作的无证移民 可在八年内取得公民身份 根据公布的提案 符合资格的非法移民 可先获得五年临时居留身份 再过三年可以取得公民身份 部分非法移民 例如农场劳工 以及儿童师就被带来的美国追猛人 可立即申请永久居留权或绿卡 并可合法工作 提案同时也要解决数千名 以临时保护身份在美居住的人 这些人因在母国遭到暴力动乱 或自然灾害而来到美国 德州因历史性冬季暴风雪袭击 已经耗费五天时间处理停电问题 州内脆弱的电网今天已恢复运作 但仍难以取得用水 德州所有的发电厂正重新运作 但今天早上仍有28万户依然无电可用 有1400万人供水服务中断 占全州人口的将近一半 德州本周因为冰雪天气 发生电线段落以及其他问题 电线修理工人正忙着使所有房屋恢复供电 德州的石油和天然气产业 仍无法恢复全面生产 目前德州部分重灾区医院仍无水可用 只能将病患转往其他的地方 当局指示700万人将水煮费以便安全营用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